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们知道无线交叉形态是由哪两个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这次我们又用奥特之王的奥特胶囊 和贝利亚的奥特胶囊召唤出杰德奥特曼的一个最强形态 那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形态吗 这次又对战的任务是杰德奥特曼里面的第17集的怪兽 那无线交叉时代 把这把大剑 这把剑能够发出光线攻击 还可以发动斩击 非常的帅气 杰德奥特曼躲过了所有的攻击 太棒了 接下来是发动连环击 这把剑还可以发出光线攻击 太强大了 这个杰德奥特曼的形态身上有迪迦奥特曼的特征 就在他的肩膀上 他的头上还有赛罗奥特曼的特征 他的光线攻击好帅啊 又来召唤杰德奥特曼的最强形态了 太帅了 他还有一件红色的披风 手里拿着王子之剑 这是皇家终结 这是皇家终结 怪兽挡住了我们的攻击 接下来是我们的反击 反击成功 最后一击来了 发动必杀技 无限交叉形态的必杀技是什么呢 哇 奥特曼一下子分身变成了三个奥特曼 然后对怪兽进行了无限的斩击 太帅了 那你们喜欢这个形态吗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阶级形态 你们知道它们分别叫什么名字 都是由哪些奥特曼融合变成的吗 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下一次我们继续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 捷的奥特曼接级形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